今天有个标题很耸动 叫做卢秀燕韩国瑜结盟 怎么回事呢 主要就是这个韩国瑜不是要 这个拉下了这个 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总务处的 这个老大嘛 因为过去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嚣张 那出手调动他可以说是一箭双胶 双雕 那找了这个台湾市新闻局的副局长 廖炯志来出任这个总务处长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他要向 卢秀燕给借降嘛 那卢秀燕其实也很大度 卢秀燕向来就是温暖大度 他说说今天大家就说 你们讲结盟了吗 当然这个结盟就有高度的政治意涵 结盟要干嘛呢 对不对 不要说对于这个台湾 对于国民党内也是个敏感的讯息 卢秀燕就说不要那么复杂 有人才有人才大家一起用 既然人才一起用 愿意帮忙 所以他说这个人事案没有错 是韩院长跟他亲自敲定 那亮哥怎么看呢 亮哥觉得这一招很高 韩国瑜很聪明 他说账目不干净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有效率 所以两个人都有就气炸了 当然这两位呢 也是最近这个TVBS做的民调 在这个全国政治人物 这个好感度排行榜当中的名列前茅 卢秀燕当然是第一名 而且我们看到是超过了六成多 那这里面男女老幼年龄层的分布很平均 甚至在各党派甚至在白银当中 对卢秀燕的好感度都很高 那韩国瑜呢经过过去 我们看到大起大落的这一阵子 现在在立法院站稳脚步 他的好感度也冲起来了 所以介大使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这两位都是民进党强攻的对象 你看到绿营的政治政论节目里面 每个礼拜不是骂他就是骂他 请全党之力再骂 越骂两个人的民调声望越来越高 我想我想这个 其实卢秀燕应该是盛民之类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政绩好 对他是大概国民党 现在在这个地方执政政绩最好的 这个封平啊口碑啊政绩都最好的 所以当然啦 一个卢秀燕本身的条件好 他应该知人善人 也是一个他能够 今天能够成功的一个 成功的这一个很重要原因嘛 所以就是强将手下吴若斌 所以呢他手边手下的人才 当然会被人家去怎么样 去网罗会去注意到 所以你这怎么做得这么好 那我想就是说像卢秀一定会说 因为我下面有谁很能干 我用的人怎么样 那这个传出来了 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廖炯志 他世上是一个是一个怎么讲的 是一个蛮特殊的人才 他是早年他是做过防众业出身的 然后呢苦读获得了文化大学 法律法学的博士 或者法学博士的学位 然后呢对音乐有非常有兴趣 曾经在pop铸唱过 然后呢从基层干起 这个人生斜杠很多 人生斜杠很多 然后呢 这个个性热情而外向 可是呢又被圈内说 最不像公务员的公务员 我觉得他虽然是从基层公务员这样爬起来 最不像公务员 所以这一方面的他这个背景 我觉得就是让人感觉眼睛为之一亮 那当然就是说卢秀燕 这个尤其很重要的帮助卢秀燕的这个怎么样 政策的解说师 新闻处 这个副处长这个其实是这个职业文官里面很重要的 他不但要有政策的想法 另外还要能够带好团队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带团队 可能就是他从进入公职上就不断在磨练 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得到 这个国民党内这个两大明星 这个彼此能够这样的一个合作 韩国瑜借降 卢胜也就大方出界了 那不但大方出界 他就讲了句很大度的话 既然人才大家一起用啊 对不对啊 都是为这个国家做事嘛 然后他大方承认 没有说韩国瑜跟我敲定 但是立刻被解读 为是卢韩结盟 我觉得结盟还稍微早 讲这个话早了一点 而是说可能有些人不见得愿意借降 可是你这个主观 你如果真正爱护你的部署的话 有更好的机会 你一定是推荐 这就显示卢秀燕的 他的胸襟是比较大一点 然后另外方面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为什么 赔 因为这 耀炯志很年轻的 是属于 这个是说一说中生代的 经验也好 再给他一个月去历练上去 那对于培养人才来讲 那是养成人才来讲 这非常好 而且 令不令于提拔人 对 这是我觉得 卢秀燕跟这个韩国瑜 两个人的共有的特征 对 不会因为就是说 你也是这个明星 我也是明星 双方互计 然后互相猜计 所以你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典范 也让大家觉得 国民党这个风气 是值得延续下去的 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要求TikTok的中国母公司 就是字节跳动 六个月之内 要把他卖掉 要卖给谁呢 仅限非中国的公司 条件绑好了 如果不照做的话 怎么办 很抱歉 要下架 Apple Store也好 Google Play也好 全面下架 当然这是众议院通过 要等待这个参议院通过 要交给这个拜登 来签署 那TikTok已经发言 希望参议院能够承认法案 对美国有1.7亿用户的影响 在美国也有示威抗议 对于这个美国这个决定 有些示威 那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也有讲话 美方始终没有找到TikTok 威胁美国国安的证据 美国做法就是一个霸凌 扰乱企业经营 最终要反噬 美国的自身 所以当然美国不止 不止TikTok 不只是这个比亚迪 这个电池 宁德时代 等等 这个中美之间的大战 芳心慰哀 只有更多 不会有更少 所以在此同时 这个讯息也很有意思 我关注了好几天 那今天我们把它拿出来 讲一个很不寻常 你看到这个 中国之前不是这个 取消美国的大豆吗 当然后来又去买 那手上的武器 真的是太多了 因为美国也是个农业大国 现在又取消了一批 美国的小麦 连续三个交易日都撤单 第一批撤单 总量已经达到了50.4万吨 这次又取消了26.4万吨 这是1999年之后 公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数据 然后当然这个一公布呢 这个小麦的这个期货价格就下跌 它在第一次撤单的时候 就惊呆了大家 蓬勃就说 哇 这撤单最大的一笔啊 当天这个小麦价格 大概就掉了3%还是多少 那现在又再撤单 所以它可以继续再撤单 有大豆啊 有小麦啊 有玉米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农产品等等 那美国的这个农业出口额 也首次十年来出现了贸易逆差 有没有 比进口额少了200亿美元 当然跟其他的国家 也有些联动的关系 所以这个介大使 你怎么看待啊 我说双方的工具箱里面 都有很多的工具 但是TTAX这个东西 不会惹毛这些 一万一亿七千万的这个用户吗 会惹毛啊 可是美国政府还是要继续干的 而且在众院已经通过了 本来是委员会提案 当时是50比0嘛 那这次众院的通过的比 这个赞成票 360几好像 352比那个65 65 这个比例也是很悬殊 在这个情况看 看起来参院也不会有什么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如果说是国安问题 或者说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是国际社会贸易上 一场一个新的案例 叫什么 就是一个国家政府 明白的抢了一个 很赚钱的公司 那今天我今天跑到美国 去开一个公司 对不对 赚钱了 结果美国说 对不起你国安危机 你把公司卖掉 是 而且他卖给非中国的 对啊 你要不要 这是什么 这就是国家做强盗嘛 就是说你以后 谁到美国去 上市去干什么东西 你小心啊 美国政府一个命令 他国务院通过 他的国会通过法令 就说 对不起 你东西留下 人给我走掉 就这样子啊 你给我走人 可东西留下 这是强盗吗 所以美国这个法案通过 就证明美国是一个强盗国家 就这么简单 那不过就是说 这个里面就是说 有1.7亿美国的用户 美国人口数一半差不多 然后有四五百万人 是靠这个赚钱的 对 那我觉得基本上 美国人已经有一些年 这里面都是美国年轻 年轻 拜登也在上面开了官方账号 不是吗 对啊 所以这个矛盾很讽刺 自己还在玩 没有 他没有说要关抖音 他只是说你自己的跳动 把抖音卖掉 你把公司留下 你人给我走人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开国际上一个极大的恶力 国家当强盗 这还是第一次 比如说美国把俄罗斯的 这些东西 很多俄罗斯私人的资产 海外资产也给他没收 这是国家当强盗 所以他表面上 拉的是一个亡国感 因为所谓输出的是 中国文化 中国的价值观 中国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些舆论 这是抖音亡国 往美国 但事实上 他还是一笔好生意 对吧 他这个资产非常大 这个有111.7亿人的用户 我想他的收益是很大的 所以呢 他叫你东西留下 给我走人 这个我觉得抖音是 大概这个法案 他是挡不过 我觉得他再怎么做 也是徒劳无功 不过我觉得他可以 应该做个打算 就是说我走人 可东西我要带走 我要带走 东西带走 就是怎样 让他下架 对啊就下架 东西带走嘛 你这个才会让美国人 去思考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以后你就 你就山寨版嘛 你搞TikTok嘛 美国在全世界 山寨抖音 叫你就这种事情 这个国家 还有什么颜面 自称是什么 正义的捍卫者 标准的制定者 已经变强盗了嘛 你再搞一个抖音出来 你在美国 你开一个抖音 让他看看你美国有 你美国的道德底线 有多没有下线嘛 我是觉得抖音 大概挡不住了 可是你不要 你不要傻到说真的 会 钱留下 东西留下 自己走人 这个是很愚蠢的 你要想一个别的办法 他如果说啦 如果说不按照美国的做法 被下架之后 当然可以透过翻墙 VPN等等 还是可以用了 大家知道年轻人很会 这个倒是很会 这个就让美国的消费者 跟他在上面赚钱 四五百万人 自己去想办法 对对对 因为抖音很多 很多网民在上面是盈利的 对呀 因为小麦的问题就变成 小麦国 全世界生产小麦国家 不是美国 很多过去中国大陆 像美国买小菜 是政策性采购 以前我们 我们台湾有做 我们常派这个 采购团到中西部 我那在中西部服务 哇我们的这个农产品采购一团来 我们整个人怎么样 都顿时变成怎么样 变成别人眼中的财神爷 所以我们很多地位 都是靠这些 我们国内农业采购团去的 像我那时候几个州 当时一津津乐道 一去跟他们震怒 你们怎么好久没有派农业采购团 来买大麦小大豆 这很管用的 那这些州虽然人不多 可是它也是一个州 它里面的政治人物 就会帮你说话 那现在中国大陆 美国现在已经怎么讲 全面反中 全面反华了 那这个大麦的话 事实上的话 澳洲 小麦 现在澳洲也有出啊 巴西也有出啊 南非也有出啊 那你为什么不跟 自己的朋友去买呢 一定要跟你的敌人去买 但你想想看 这些都是农业州嘛 拜登支持者 所以我说这个中国的 这个工具上的工具 也是拿得蛮精准的是不是 对 中国大陆就大宗采购 现在过去农产品是一个 以前还有一个 就是买美国波音飞机 我现在波音飞机不能买 买了回来以后摔机怎么办 基本都会掉出去了 对 一大堆问题 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可以跟美国采购 很多东西 那美国也有些 可是问题就变 中国大陆常常讲 我要买的你不卖 对 我可以跟别人买 你一定要我跟你买 所以这就是美国人 这个压霸的地方 对 中美两大国 当然工具箱里面的工具 都有很多了 你说这个贸易战 你来我往 它就是一个过程 当然比气场 比实力 太阳星全校客废 有一身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客废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 客废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客废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 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 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客废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